普吉島海灘上 细细失输的游客散布在不同地方 疏漏的人潮让常常来旅游的游客 明显感受到观光景气不振 根据泰国政府统计 当局的观光产业收益 占了国内经济收益的百分之十八 其中中国游客的消费贡献就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受到中美贸易战 跟泰铢对人民币的汇率升值百分之十影响 降低了中国游客到泰国游玩的意愿 二零一八年约有两百二十万的中国游客到访泰国 但在二零一九年一月到九月的中国游客人数 却比二零一八年同期减少了将近两成 加上二零一八年发生了普吉岛凤凰号的传难事件 造成四十七位中国游客死亡 让中国游客对于泰国观光留下了负面印象 也对正在新建新饭店的普吉岛巴达亚等 观光顺利的收益造成了冲击 为了改善情况部分饭店业还降价客房的售价高达五成 就是想吸引外来游客 但有游客依旧认为泰国的物价跟风景受到观光人潮影响 不再像过去便宜又新颖 因此让观光人潮流向消费更加便宜的越南或柬埔寨 尽管如此泰国政府依旧保持乐观态度 目前泰国旅游局跟观光业者将目标客群 由中国转向其他国家 特别是印度 近年来印度的中产阶级人口迅速增加 加上印度飞往泰国的直航班机大增 跟免签证的服务 让印度在今年一到七月前往泰国的旅游人数 比起二零一八年同期增加将近百分之二十五 预估整年的印度游客将会达到两百万人次 记者千兄报道